我看到有个奶奶 她们在这一个人在这卖菜 这个是你自己种的哈 嗯 五块钱 这个是什么 十块钱两块钱 五块钱 这六块呀 嗯 不是五块 是六块 老奶奶自己算错证了 应该是六块钱的 但是她说是五块 奶奶 您今年多大 水数不到 对 水数 八十多 八十八 八十八 哇 奶奶今年八十八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三块儿子一个女儿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嗯 哦 那你就是你在这里卖 卖 老公是不在这里了 嗯 爷爷不在了 嗯 就我的个儿住了 你一个人住啊 嗯 那平时他们不在家嘛 嗯 哦 奶奶说她平时一个人住 不在家 嗯 我把这些都买了 嗯 嗯 奶奶 把这些都买了 嗯 都买 全部了 这奶奶在这多久了 好久了 好久了 平时都她一个人是吧 嗯 还有这些 那你买楼子去干什么 你啥买的你对了 那她这些不是她的一天吗 卖不动她就拿回去了吗 哦 卖不动她就拿回去了 还不动了 三十 三十 三十二 三十四 一 花山 九山 十三 十一 四山 十三 九山 十一 十一 十五碎 五十五 你再加那个多少钱 这个是十十吧 十十块钱 这是给加零一口 只要零我的 好嘞好嘞 不用找了 不用找钱了 我们要买完了 你早点回家 回家 回家 哎 回家呢 我都要回家 谢谢姐了啊 谢谢 谢谢 所以好人真是多呀 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要这 拜拜 吃饭后 吃饭了 回回回家 回家 来 吃饭后 吃饭后 奶奶一个人呢 她现在要收拾了 收拾回家了 祝她 幸福 现在我把那个老奶奶的菜 所有的菜全部买上了 然后她刚才是八成 我给了她一百 我让她找了 直到最后我才听 就是大声说才能 她才能听到 原来是希望她早点回家 这个奶奶已经88岁了 然后她的老伴已经过世 她的其他的孩子 就是哥成家 也有住在一起 然后她自己早上七八点 还要到这个菜市场去 卖掉自己这种这些菜 可能要蹲守一天 然后再看来这个地方 已经很长时间了 来 拿一些 我们吃不掉多少 你多拿一点 要绝对就得肉鱼 好嘞 没事没事 刚才给隔边那个卖鱼的大姐 他们分了一些 然后到时候 除了我家那口子吃之外 路上再遇到了一些什么车友 把她再分享一些 希望那个老奶奶早点回家 然后身体能够 以后能如现在一样健康吧 好了 在这里 就是希望大家 出门在外 能帮一把 适应吧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吧 也希望大家就是 能够健健康康康 平平安安的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单岭 这还是属于四川 然后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停车地儿 这个停车的地儿还挺大的 现在要到这里去采购一些东西 看一下这里特产是什么 Let's go 看一下停车的地儿 这是在这个塚京城的一个 感觉像是一个菜市场的地方 但是使街上不是 这是一个超大的停车场 在这里听说是5块钱 反正我觉得比在成都市那边要便宜哦 在成都这几天我就是吃的好吃的太多了 所以做饭做的非常的少 车上储备的粮食也比较少 对就在这里看到没 这个叫中芯市场 看起来还蛮大的 走进去看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是啥 刚走到这儿爆棋 然后看到这个东西 看到这个大家认不认识 比我的手要大好几倍 知道这个啥吗 看起来像那啥丝瓜是不是 然后其实它不是的 看这么大的天哪 比我的头还淡 这个咋吃 我买了一个 这个咋吃 竹 可以生吃不 可以生吃 可以两半 可以两半 因为这么大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子的 天哪真的太大了 这个多少钱 12块钱 12 这个给薛根 看两个天哪 这儿的黄瓜都太大了吧 比玉米还要淡两倍的感觉 这儿宝地出宝 多钱 7只 鸩鸩蛋多钱 15块钱一个 15块钱一斤 可以11吗 可以够 拿一点点就行了 给狗娃吃 给那俩小狗姐姐餐 可以够吗 可以够吗 15块钱三十五 小车一点吃不了 好了好了 那个是什么东西 弯豆泥 弯豆泥 啊 做汤了 干下来 嗯 呀 这个 那个两个圆形 多少 哪两个 这个炒菜 干 这个炒菜生吃也可好吃了 拿去整 葡萄肉 就可以 啊 这个干 直接吃也可以 干 哇 这有腊肉啊 对哦 在市场为咱们得买点腊肠什么的 这米饭超好吃的 哦 看那些腊肠 这腊肉 老板 这个肠多钱 46 拿两根 两段 微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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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瘦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来三根 看见还可不可以哦 27块钱 27好嘞 咱们这块都是自己现做的这些 像这个大概是那啥腌 多长时间了 这个没有腌多少钱 没有腌多少 一天一夜哈 这个是猪 哦猪头 猪拌拉脸 这种多钱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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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找到了一个停车地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一个景区的停车场里面 这个地方叫曹鱼滩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 看一下 这个停车的地方还挺大的 但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外地人 对 两条狗 还有我们一个外地车 今天晚上在这里停车非常的安全 这儿有那个就是这个是景区的景物室 还有交警大队也在这儿 今天晚上让我们家腊出 然后再炖饭 看完美 这是今天买的孔模 还有这个一块牛肉 这是从奶奶那块买的那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韭菜吗是啥 你们认识不认识 感觉又不太像韭菜 反正已经把它摘好了 摘了一部分 然后这个是那个小葱 看一下 看看看 那米粉已经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买的那个肉 这个感觉 这个肉片 可能就是因为 放的时间比较短嘛 但是能闻到那个川香味 就是这种腊肠 再焖一下吧 好 好 哼哼哼哼 感觉 啥了吗 嗯 吃酒了吗 好 嗯 好的 看 给我这个肉比刚才好多了吧 嗯 今天晚上就吃两个菜 好够 哼 炒的 嗯 这个吃起来确实 感觉 不知道是什么菜 反正是不是韭菜的味道 不过还可以 然后 这个是 我家那位炒的 嗯 尝一下 嗯 不错 哎就是 它它主要是吧 你调料房子太多了 所以好吃 哪一 八四 哎呀 最有生活 这牛肉也不错 你看这个牛肉 我买的时候 它这牛肉虽然七十块钱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贵 但是它这个是没有注水的那种牛肉卤出来的 今天晚上吃了 那一顿大汤鲜了 这个 马上了 这边的东西啊 可能物价 对大家来说不是算便宜的 但是东西真的确实挺好的 话不多说 海别 这那儿 我买了 我买了 我买了